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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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請各位就看到我們的這個講義的進度 那今天就是要來上真正屬於物稱 也就是以小物來聯姻的這一類 那麼請各位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我們之前花了一些時間 所談的這個觀情跟攝影 實際上他都是在主體帶有自覺的一個意志 所進行的一個活動 那不能叫做秤 秤必須是在當事人不知不覺 然後受到一個這個超越的力量所主宰的 那個才能夠叫做秤 好 所以現在我們真正是進入到 所謂的物稱類了 這個要分清楚 那我們一共整理出八個例子 那這個八個例子非常有趣 我們今天可以呢 應該可以把它上完 好 請不要嘲笑 好 總而言之 第一類是大家最熟悉的 也就是二寶聯姻 也就是所謂的那個用金鎖片 跟這個通靈寶玉所共構的一種 這個金玉良姻 那就此而言呢 我們先把八個例子都講完之後 我有話要說 不過在這邊我們要先補充一個很有意思的東西 就是我們歷來的讀者呢 一面倒的反對薛寶釵 然後推崇跟喜愛林黛玉 那麼這個心理現象 我大概是這兩三年才能夠釐清 因為這個現象老實說 我們過去也曾經參與其中 就是說都是為這個林黛玉的那個啦啦隊 來搖起吶喊 然後對於薛寶釵雖然沒有惡感 不過好像也覺得跟我們不勝投河 所以就敬而遠之或者是存而不論 但是這幾年我開始在思考這個問題 就是說那讀者的心理是有什麼原因所發動 有的時候我們的好物 其實不完全是我們個人所決定 不是你個人的某些價值觀 引導之下的一個理性的判斷 你其實是在一個不自覺的情況底下 被某一些本能 或者是被你的時代所牽引 那麼我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 就發現有好幾個理由可以解釋 為什麼呢在主流意見上面 是比較是這個永靈而貶削 那這個現象後面其實有很多 真的是超越我們個人的某一種力量所引導 那可是呢除此之外啊 我們在這一個單元裡面的這個項目呢 我要補充一個很好玩的小東西 那就是說在我們這個主流意見之下呢 我們因為對薛寶釵有所反感 那麼你的反感已經呢 對你造成一個哈哈鏡的效果 那這個哈哈鏡呢使得你看到有些事物呢 會扭曲的解釋 或者是會視而不見 那麼所以呢我一般跟同學所常常引述到的一個成語 那就叫做王府逸林 好 那大一的同學我們訪談過 所以你們都知道我為什麼講這個成語 其他的同學你們可能聽不懂我在說什麼 可是實際上你們都知道這個故事 好 這個叫王府逸林 這樣應該看得懂了吧 好 看得懂了嗎 就是呢有一個人他不是那斧頭不見了對不對 這個王就是王師啦 不見了喔 結果他就懷疑是他的鄰居偷了對不對 然後在有這樣的成見之下呢 就觀察那個鄰居覺得他的一舉一動 一言一行根本都是作賊心虛 一副就是小偷的樣子 很真實的感覺喔 請注意這個感覺很真實 然而呢後來他找到他的斧頭了 那這下子他當然知道說冤枉了別人 然後呢他再去觀察那個鄰居 怎麼看 怎麼就覺得他一舉一動 就是光明磊落 好 所以很奇怪啊 對方其實完全沒有改變 可是呢一個有了成見有主觀的感覺 引導之下的眼光 就會讓你看到截然不同的對象 那所以這個意志當然其實就是意測的意啦 總而言之我們在意測之下 你的感覺真的很真實 可是真實的感覺不一定是真實的事實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一直都沒有分清楚的事情 總覺得只要我的感覺是真實的 是真誠的是發自內心 好像他就可以變成是一個真理 而這個是非常嚴重的範疇的混淆 你的感覺很真實那是一回事 但是事實是不是這樣子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結果就在王府逸林的情況底下呢 很多對於這個薛寶釵的理解 我覺得都是過分的穿著附會 而且呢過分的那麼用成見來加以扭曲 那麼這個例子呢我想我就要來談一個問題了 就是說在第八回 我們呢首先看到金索片跟這個通靈保育 某一種在形而上的超越力量之下呢 他們形成一個對偶的狀況 請你們注意這個對偶是非常重要的 他不只是金跟玉在世俗價值上面的一個相提並論 他連上面所捐刻的字跡其實都產生一種呢 非常精確的呼應 這個在我們過去呢 因為律師發展中所形成的一個偏偶現象 這個是一路下來的一個情況 那這中間隱含了什麼意義呢 首先我想先請你們看一下這一對 這個語詞所蘊含的意義 那麼在142頁這邊他把他的這個圖像都畫出來了 那麼基本上呢他就是一個所謂聖聖祝導 就是一個吉祥話啦 好 比如說這個通靈保育呢 那麼正面捐刻的是那個 應該是莫失莫忘 先受恆昌對不對 不要遺失了他 然後你就可以長命百歲 那這個是當然就是我們一般很常見的 那麼人希望能夠超越死亡的一個心理 那各位再看一下那個金鎖片呢 寫的是不離不棄 對不對 就可以方靈永濟 所以請看不離不棄跟莫失莫忘 剛好對照成一組 那麼先受恆昌跟方靈永濟 那一個是男性特質 一個是女性特質 可是都是在追求生命的永恆 那麼我想要跟各位提醒一件事情 就是在旁邊聽的那位小姑娘 好 那位丫頭 那在143頁有提到他的反應 那寶玉看了也唸了兩遍 又唸自己的兩遍 那就笑問說 姐姐這八個字倒真與我的是一對 你們不要忘記有這樣的一個 有感而發的人是誰 是寶玉喔 可不是薛寶釵喔 那這明顯卻是一對嘛 這個字面上根本就是非常精確的對偶 那麼所以嬰兒也說的啊 好 他就稍微提供了他的來歷 好 這邊我要跟你們提醒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這樣子的一種對偶情況要注意 他其實不是人為的 應該更精確的講他確實是人為 可是這個人為的一個結果 事實上是有一種超越的 形而上的力量在主導 而如果你們上過文學史就會知道 事實上這在六朝時期 他們在理解什麼叫自然的情況底下呢 他們發展出不同的內涵 我們總以為自然就是天生如此 不能夠有人為的干預 否則你就是違反自然 你就是為 為就是虛為 就是人為 然而我們對自然的理解只有這樣嗎 事實上我們的理解非常的單一而狹隘 告訴你們從文心雕龍 就中國最偉大的文學批評家 他流血在他的文心雕龍裡面 就非常清楚的寫到 他說造化復形 造化就是大自然 大自然給予萬物形體 肢體必雙 一定是成雙成對 你的肢體你看左右兩隻手 然後你的雙腿左右兩隻腳 才能夠維持你的平衡 所以至少在六朝 他們發展出來的一個自然觀 其實就是對偶 那麼把這樣的一個自然的概念 用在詩歌的寫作上 那這個對偶事實上對他們來講 根本上是一個自然的體現 你要注意到這一點 他不覺得這是一個人為的造作 相反的他們是在模擬自然 是把造化的某一種均衡的力量 把他移用到人為的活動裡面來 所以根本上他們覺得 這就是一個自然的追求 要注意這一點 好啦 如果我們在這個背景上面 來理解這個金玉 那麼在文字上面的一個相對 你要注意一下 這說不定他要表現的是一個自然之道 他反而不是人為要去干預一個什麼 自在自為的某一種個人主體性 不是的 他相反的是在追求一個 超越個人的某一種真正的自然 所以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課題 我想還可以繼續發展 不過因為我們這個進度一定要照顧 所以我只提醒你們 要理解《紅樓夢》沒有那麼的簡單 他背後有淨遠流長 非常豐富而複雜的那個文化資料 跟他的這一個藝術的涵養 那你只從今天根本是妄人生意的 一個方式去理解 恐怕大概都是會誤入歧途 這是第一點 那麼第二點請你們注意 就在這個王府逸林的一個心態之下 很多人在批評這個薛寶釵的 就會說你看你看 這個人就是有和尚的 這個所謂機密良因的預告 所以一心一意就是想要做寶二奶奶 所以把心都放在他那顆通靈寶玉上 就對他這顆玉這麼的好奇 然後所以你看你看就在這個時候 就把這個寶玉的玉請出來 好好的來比照 好好的來什麼呼應一番 但是各位我覺得這樣的解釋 真的是非常的厚無古人 厚無古人就是對人家實在是太過冤枉 所以我的一個標題就是 請問對於寶玉的這個通靈寶玉 誰不好奇 你不好奇嗎 假設現在身邊你有一個同學 他身上帶著一個什麼落草時候 含在口裡出來的東西 我看你在開學的第一天 就很快的從所有的同學的口中 知道有這麼一回事 然後你看到他 我想應該也會很好奇想看一看 那到底什麼東西嗎 人同此心嘛 我覺得我們不要這樣子對一個人 你不喜歡他 你就開始把他當劍拔 然後所有不屬於他的罪性 你都射到他身上 這是一個非常不公平的心態 何況我們還有很多內政 請問 請問 誰不好奇的 誰 還包括誰 你們知道嗎 林大玉是不是最好奇的 他第一天來到賈府 是不是就問起那個玉了有沒有 當天晚上 那席人是不是就要拿出來給他看了 那只是林大玉體貼人家 注意喔 林大玉一到賈府 是非常體貼入微的一個人 絕對跟後來我們看到的那一種 目無下層 孤高自許 是非常不一樣的喔 他就體貼席人說 現在太晚了 明天再看吧 有沒有 就不要擾到那些人不得休息喔 好 所以有沒有注意到 很顯然我們作者就告訴我們 林大玉是不是也很好奇 當天一來就看 就要看 只是因為時間太晚 所以想當然爾 他第二天是不是就看了 那不是說第二天再看嗎 好啊 所以這是很自然的事情 還有當寶玉呢 偷偷溜出府去 到那個席人家去看他 那時候席人回家醒親喔 欸 醒親 好好 這個詞我們用 不要用原非的那個規格來理解喔 那結果呢 有沒有發現 花家人的反應是不是也是很好奇 好 然後席人因為都知道 大家都對這個非常的有興趣 所以是不是特別把那個玉 有沒有小心翼翼的 去讓大家看一遍 對不對 這不就是人情之常嗎 《紅龍夢》寫的就是人情之常 那林大玉第一天晚上就看了 難道你就不會覺得他有什麼意圖嗎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薛寶釵到第八回才看喔 已經很鎮定了 已經很不追隨俗情了 這個人滿不被這個社會的 場情所干擾的一個人 要不是現在剛好寶玉來看他 然後呢彼此之間有一番對話 那才順便提到這塊玉 不然這塊玉大概呢 我們就沒有機會看到上面 所捐刻的字句了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要理解一個人判斷一個事件 真的要盡量客觀 否則想講出來的話 就是所謂的doxa是沒有價值的 好 那這個是呢 跟各位做一個簡單的提醒 那我們有按照順序呢的排列 第二組的這個聯姻的誤稱 我們因為要跟這個二寶聯姻做一個呼應 所以呢 我們安排的是出現在第49回 跟第52回的這個寶玉跟寶琴 這一組很特別喔 事實上呢我之前有提醒大家回去 要先把相關段落看一下喔 我們現在就不帶大家仔細念啦 因為這個真的太花時間喔 那我簡單的說寶玉跟寶琴呢 他們透過兩個設計 那麼作為二寶聯姻的投影跟鞏固 作為一個潛在的二寶聯姻 一個金玉良姻的一個另外一支的一個支援 那怎麼說呢 首先我要提醒大家 他們這兩個人之間有一個非常微妙的關係 那雖然是透過小丫頭開玩笑的時候 沒有避跡那麼隨口所說的 不過這其中確實隱含了某一種聯想的思維 那麼這就是小丫頭四兒所說的什麼 同日生的就是什麼 夫妻 那四兒她自己跟寶玉就是同月同日生 好 所以她就開個玩笑啦 當然這個玩笑是不是有點愉悅奮激 對不對 你做一個小丫頭 憑怎麼跟那個大少爺說 你們是因為同日生所以是夫妻 所以後來王熙鳳在抄檢大官員的時候 所得到的情報資料 其中一條是不是就是這句話 這句話告訴你們補充一下 絕對不是習人說的 因為整個大官員 甚至整個榮國府 根本就是一個半開放式的空間 我們到時候講到這個專題的時候 會做很多的證據把整個甲谷裡面 人際往來訊息流通的網絡 我們會做一個完整的圖像 好 讓大家來了解 所以他們根本在裡面講話 外面的那些做庚的這個媽媽們 聽得一清二楚的啊 所以呢 太多人知道他們講的這些私密的話了啦 所以寶玉的那個反應 其實是表示她很無知啦 有沒有 她在抄檢大官員之後不是說奇怪了 為什麼這些私密的話太太會知道有沒有 那根本這個人是毫無提防 毫無這個常識 那所以呢發生這種事情 你就會知道這個人真的是滿天真的一個人 那總之 無論如何 這個話語本身所蘊含的某一種思維 確實提供了一個參照 那麼《紅樓夢》裡面 跟寶玉同日生日的人是誰 那就是寶晴 那這個呢在那個相關回幕裡面 已經有提到 你們自己再去仔細的看 寶晴跟寶玉是同日生 所以他們本來就有潛在的那種 夫妻的這種可能性 除此之外呢 寶晴事實上 她是賈母最寵愛的一位少女 那麼提醒大家 提醒大家 從第三回林大月來到賈府之後 你們知道賈母最寵愛的人是誰嗎 就是林大月啊 書中非常明確的告訴我們說 自從林大月來了之後呢 那麼賈母是疼愛她 把她放在身邊跟寶玉一起的 然後迎春 探春 席春 三個自己的嫡系的孫女 反而道且靠後有沒有 反而排到後面去 然後就是另外再交給王夫人那邊 由他們照顧 所以從種種跡象 你其實該知道林大月真的是一個寵兒 她跟寶玉完全是那個平分秋色 他們一起都是賈母的心頭肉的 那所以呢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底下一直維持到寶晴來 寶晴一來呢 某個意義來講 林大月呢又要倒退變成第二名 所以這邊有一個很好玩的一個心理反應 我想要提醒你們注意一下 那麼就在第49回 這個反應非常的好玩 來 就在750頁這邊 當寶晴一來啊 老太太那麼高興的不得了 我想那個賈母的反應在774頁 747 好 747 那請各位看一下喔 先這個我們作者實在很有戲劇眼光喔 他先不讓這個寶玉直接現身見人 他直接是透過外面的人來做一種烘托 好 那麼由其他的許許多多的 第三者的眼光來告訴我們說寶晴真是 那麼真的是美到那麼是無人所及 那麼就在747頁的這個第二段 一語未了的這一段請看第四行 那麼大家就討論新來的這幾位小姑娘們 席人就說呢 他們說薛大姑娘的妹妹更好 那這個就是寶晴對不對 薛大姑娘的妹妹就是薛寶晴 那他就問這個三姑娘看著覺得怎麼樣啊 來尋求一個鑑定 那三姑娘就是探春 探春說果然的話 請不要忘記探春眼光是很精準的 眼光是很高的 那麼他就認可這句話 他確實呢 最好 那麼他說據我看 注意喔 連他姐姐病這些人總不及他 連他姐姐不就是連薛寶釵嗎 病這些人 這些人是哪些人 大官員裡面所有的少女們嘛 通通都比不上他 哇 所以席人聽了又是差異 那又是要說這也齊了 怎麼可能再好的呢 我們在大官員裡看到了 已經是天下一流人物 鍾麟玉秀的 怎麼還可能有更好 所以沒有親眼看到 絕對無法想像人外有人的道理 好啦 所以呢 下面呢 探春就說老太太一見了 喜歡的無可不可 已經逼著太太認了乾女兒了 好 所以太太要養活 才剛剛已經訂了 所以你看這麼樣子的這個愛道 立刻就要把他拒為己有 然後呢 對啊 就是趕快這是我們家的人啊 好 那再來呢 下面呢 請看一下748頁 好啦 還不止如此 請看第二段 結果呢 果然王夫人已認了寶琴做乾女兒 賈母歡喜非常 那麼連園中也不命住 晚上跟著賈母一處安寢 你們知道這就是之前誰的黛玉 就是林黛玉的黛玉 對不對 林黛玉 對 好 好 那麼他剛到賈府的時候 是不是賈母就跟著寶玉 都跟他一床睡嘛 對不對 所以你看嘛 這邊已經有一個現成的大官員囉 但是賈母就是要把他緊緊的這個留在身邊 所以連大官員都不讓他住 所以你看這樣的一個愛寵 其實是非常露骨 也非常的強烈 然後呢 最有意思的是呢 還不止如此 我們來看一下750頁 那結果呢 賈母還特地的去吩咐眾人 說那眾人什麼呢 我們跳著說好了 因為在講下去我們進度永遠就會停在這裡 好 我的助教已經跟我說 恭喜老師已經破了神話單元的紀錄了 好 對 我們這個單元已經超過六週 所以我的助理努力的在提醒我 好 謝謝他了 好 所以我們現在很緊張 來 750頁的倒數第五行 來 請你們看一下呢 湘芸就看了這個寶琴 你看 欣賞了半天其中有經驗 也有微微的羨慕 有各式各樣微妙的感情 所以看了半天 就笑說這一件衣裳也只配他穿 別人穿了實在不配 所以是人在穿衣服 不是衣服在穿人 襯托不起的 整個人在那個華麗高貴的衣服底下 你其實會反而縮到變成一團影子 知道嗎 所以人要穿得適合自己 那麼他到底穿什麼呢 來 回到749頁 這邊 那麼最後一段有提到 大家看到寶琴來啦 披著衣靈斗篷 金翠輝黃 請注意顏色 好嗎 好 那他有什麼顏色 有金色跟什麼 翠綠色 所以他還閃耀著光芒 那大家都不知道是什麼 結果反而是襄鈴才知道 好 那麼我們仔細看好了 那麼寶釵就盲問喔 注意喔 請看寶釵的反應 我現在要提醒你們的是這件事情 寶釵連盲問說這是哪裡的 那寶琴就笑說 陰下雪珠兒 哇 那表示非常的嚴寒 那老太太找了這一件給我的 那襄鈴就上來瞧到 怪到這麼好看 原來是孔雀毛織的 哎呀 這個絕對證明 他不是貴族出身 那那麼下面一個真正的貴族出身的襄鈴 他就告訴我們真正的答案 哪裡是孔雀毛 這就是野鴨子頭上的毛做的 可見老太太疼你了 這樣疼寶玉也沒給他穿啊 所以你看我們寶釵一來超越所有的人 甚至連寶玉都被超越 雖然寶玉也滿心甘情願 他覺得很好 但是有人就覺得有一點不是滋味了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不是滋味的人會是誰 但是在看到是誰之前我要提醒你們 什麼叫野鴨子頭上的毛做的 這是哪一種野鴨子啊 答對了台灣有 他是一種候鳥就是綠頭鴨 他的頭就是綠色的 所以候鳥會飛到宜蘭各種出海口 但是他就會被台灣人捕捉起來 變成薑母鴨好可憐 好 這個是不應該的行為好嗎 好 總而言之那所以貴族世家 他們的這個消費真的是所謂的炫耀性消費 請你們告訴我 用野鴨子頭上的毛做的斗篷 真的會比較保暖嗎 不會 但是由於野鴨子的頭很小對不對 所以你要用他頭上的毛 因為他只有頭上的毛是綠色的 而且是會有光澤 那麼是非常漂亮的一種 像翠玉一般的綠色 那麼你要用他頭上小小的一顆頭上面的毛 要做成一陵斗篷 斗篷大概又是我們所有衣服裡面面積最大的 所以你就可想而知 這一陵斗篷上面全部都是鴨子的血 對不起 我要這個教一下你們的冷水 所以貴族世家他們的這個炫耀性消費 你們注意一下紅樓夢裡面有呈現 他大概是兩種類型 包括食物也是 包括衣服也是 一種就是說我用的是非常物以稀為貴的 那種珍貴物資 例如我隨便舉例 例如什麼熊掌 魚翅 這些都不應該吃 知道嗎 有人吃我就要譴責你 那總而言之就是因為他本身就是非常昂貴的東西 那吃得起的當然就是這種人家 可是這種貴族世家不可能每一頓都有這樣的東西 因為畢竟是珍稀物質 所以作為這一種上流階級的這種炫耀性消費 還有另外一種型態 就是我用的是平常你可以用到的那些材料 但是每一件衣裳或每一盤的這個食物 他必須要用很多的材料 這樣一來那個東西是不是也就很昂貴 所以大概10年前我在報紙上看到一個新聞 其實都在走台灣過去的那種老路子 那是在大陸陝西發生的一件事情 就是有這個很有錢的商人 包括一群台商 他們就辦了一桌 那麼號稱馬漢全席 其實不完全一樣 但是他們就是為了要炫富一種豪奢 那其中當然每一道菜都是非常昂貴 但是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一道 你們知道叫什麼嗎 叫做鯉魚虛 鯉魚的鬍鬚 你們至少在照片上看過鯉魚嘛對不對 那用鯉魚虛來炒一盤菜 已經有點匪夷所思了 請注意他是要用鯉魚的第一根鬍鬚 對 所以每一隻鯉魚只能提供兩隻鬍鬚 那你要炒成一盤菜要用掉幾隻鯉魚啊 數百隻以上吧 對不對 所以一隻鯉魚假設50塊 隨便我亂舉例也許沒有這麼便宜 那如果200隻鯉魚呢 那一道菜光光材料就要多少 你們的數學 財經系的 所以50乘以200 那不就1萬了嗎 對不對 單單材料就1萬其他還不用講 那那個當然就非常昂貴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們的這種炫耀性消費要注意 不完全都是靠那些珍稀物資 而還有一種形態就是這樣 所以他就利用那個什麼野鴨子頭上的毛 綠頭鴨 然後就去做出一領斗篷 那這一領斗篷當然價值連成 那不是他的材料很珍貴 而是他是用這樣一個大量消耗的一個方式 好啦 總而言之 這是我補充跟你們提醒一下 所以紅樓夢裡面有兩道食物 你們自己印象深刻最有名的兩道菜 一道是不是茄響對不對 其實就是茄子嘛 可是他用了十來之雞來配他嘛 那這道菜當然貴嘛 另外還有一道呢 蓮葉羹 寶玉埃打 應該是埃打之後嘛 想要吃那個清淡的湯 可是要有那種清香 然後就用什麼蓮葉啦 什麼蓮蓬啦 可是那個做工非常繁複有沒有 這就是這種富貴人家的手筆 所以他們不一定是用很昂貴的食材 但是他們會用各式 比如說耗費大量的人工 大量的物資才能做出一件產品 這個就是他們的方式 所以給你們做參考 好啦 所以你們看 寶芹一欄簡直奪佔了所有人的光芒 跟賈母的寵愛 好啦 所以寶釵就是說 這真是俗話說的個人有緣法 那麼再也想不到寶芹這位子來了 那麼既來了又有老太太這樣疼他 有沒有發現一路上都是誰在發表感言 寶釵 OK 繼續往下看 那751我們跳過一番話 那麼在那個湘芸讚嘆之後 說這件衣裳也只有他配穿 換句話說如果林黛玉去穿呢 會被壓垮 那如果是劉姥姥穿 糟蹋了這件衣服對不對 你一定會覺得那一定是菜市場買的 那個叫什麼夜市牌對不對 那所以我就在想啦 我們現在很多人崇尚名牌 可是真的沒有意識到一件事情 老實說只要你有氣質 你只要整整齊行 任何一個簡單的配件 其實都會好看 但是你如果沒有氣質 就像一個歐巴桑一樣 名牌給你杯也看起來像菜市場買的 所以人其實真的最重要 還是富有詩書氣字華 是追求人格啊 氣質上面的一個美跟雅 而不是在追求物質的定位啦 好啦 總而言之 我想我們還是回到我們的文本好了 好 總而言之 那麼正說著呢 琥珀就走來囉 琥珀是賈母的丫頭 她來宣達聖旨 那麼她說老太太說啦 叫寶姑娘別管緊了情姑娘 她還小呢 讓她愛怎麼樣就怎麼樣 要什麼東西只管要去別多行 愛怎麼樣就怎麼樣 又來了一個那個這個自由的宣達 所以這位小朋友幸好沒有像林黛玉一樣 就真的愛怎麼樣就怎麼樣了 那你們看寶釵接下來的反應 寶釵滿起身答應了 又推寶晴笑道 你也不知是哪裡來的福氣 你倒去吧 仔細我們委屈著你 我就不信我哪些兒不如你 怎麼樣 這個話很像是誰說的 林黛玉 對不對 就是有一點微微的嫉妒啊 微微的覺得怎麼有一點不是滋味那種感覺啊 可是這種多心好像本來是 我們最熟悉的林黛玉的風格對不對 所以我們薛寶釵很少有這種反應 這個大概是絕無僅有的一次 然後針對的對象就是薛寶琴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寶琴一來 你可以看到他簡直就是衝上了 這個排行榜第一名 結果連平常都不是很在意的寶釵 都微微的感受到一種威脅 他也許未必在意 可是在那個當下 人多少在那個對比底下還是有一種衝擊 所以我想這個是很人性化的某一面的呈現 好 那所以我們看到這一領 請請你們告訴我 這一領衣裳到底叫什麼 這個要到52回才會再出現 來 所以用這個綠頭鴨頭上的毛做的這一件衣裳 我們在第52回那麼會再度看到 而且會看到有另外一個跟他相對照的 的一件所謂的誤稱 那麼請你們 那應該就叫服業求是在哪裡有出現 在後面啦 你們 來請看一下810頁好不好 先看810頁 那我順便提醒你們 寶芹跟賈母一觸住 是怎麼個一觸住法呢 那請看最後一段 賈母由衛起來知道寶玉出門 便開了房門命寶玉進去 所以透過寶玉的眼睛 我們看到賈母身後面 寶芹面向裡也睡著還沒有醒來 有沒有注意到寶芹跟賈母是一床睡的 好 所以這個賈母真是愛到心裡面了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請看一下倒數第四行 我們賈母又命冤鴦 又要拿一件長衣給這個寶玉 好 那一件是什麼樣子 寶玉看時注意金翠輝煌 是不是又是同樣的字眼再現 完全一樣的色澤 一樣的奪目 然後碧彩閃卓 可是又不像這個寶芹所批的伏葉球 就在這裡 那伏是什麼意思 你們該知道吧 伏就是鴨子啊 就是短腳的那一種水鳥叫伏 那葉是什麼意思 就是臉 對不對 就是野鴨子的頭的一個部分的代稱 那麼所以他所支撐的那一件斗篷 就叫伏葉球 那麼只聽賈母笑到 那他給寶玉的叫什麼呢 叫做雀金泥 那他說這是俄羅斯國用孔雀毛 碾了現織的 那前而把另一件野鴨子的給了你小妹妹 那這件就給你吧 所以這叫雀金泥才是真正用孔雀毛織的 而且他的織工非常的精細 是不是連京城裡面所有的那個工匠 包括那個御用的工匠他們都不敢接有沒有 就是說雀金尼後來不是被不小心一個火星燒破一個洞 那結果拿出去沒有人敢補 因為沒有那樣的技術怕弄壞了 所以後來是不是還是靠著手藝最精巧的秦文 勉強補的遠遠都看不出來 其實仔細看還是看得出來 所以秦文真的是手藝非常的這個精巧 然後人又漂亮 所以賈母難怪就有那樣的一個心思 好總而言之請你們就注意一下 那麼這一組對照呢 我想透過兩個人是同日生日 就是夫妻的這樣的一個暗示 再加上他們都受到賈母同等的至高的寵愛 那麼給予這樣的兩件 這個都是不釋出非常罕見的昂貴的斗篷 來互相映照 所以我認為基本上由雀金尼與夫業求所共構的 是一個潛在的金玉良音 而《紅龍夢》全書的佈局 寶琴最大的功能 就是作為金玉良音的一個俗戒因緣的 補充鞏固與加強 那麼果然寶琴是不是賈母在前80回裡面 唯一真正有開口 而且顯露他的求配的心意的一個對象 他真的有開口想要去給寶玉跟寶琴說清 那麼這是在第幾回 應該是在請你們往前看一下 應該是在50吧 總之來請看這個50 774頁好50回 要注意我先跟你們做一個提醒 賈母行諸於外的這一個要給寶玉說清的這個心意 唯一的是在這個地方好在774頁 但是實際上在此之前跟在此之後 主要在此之前跟在此之後呢 你從很多的跡象你可以看到 賈母的心意就是在日常生活當中 自然流露出來的那個感覺 而為賈府上下人所共識的 寶二奶奶的人選其實是林黛玉 這個你們恐怕沒有仔細考察會忽略這一點 這個先跟你們提醒以後有機會再補充我們的證據 好啦 總而言之 可是那只是一個心意 也許也一直一以貫之 然而現在來的這個寶琴實在條件太好 我們賈母心中完全被他佔據 所以就先把林黛玉放一邊了 那就也開口了 幸好寶琴已經是不是先許給了梅漢林 所以請各位看這個第二段 賈母又說寶琴雪下則眉比花兒上還好 那麼就細問他的年更八字 以及家內的景況 要注意一個長輩提到孩子們的這些背景資料 其實都是在做父母之命 媒婦之言的那個說清的前置作業 那因為在他們這種上流社會 你要婚娶 那當然都是要看看這兩個孩子 在天命上面是不是可以配合 那所以才會問這個年更八字的問題 那你所以只要你是在這種環境長大的 你很快就會知道 一下子就知道他的用意是什麼 那徐學姨媽墮琦意思呢 大約是要與寶玉求配 他沒有猜錯 果然如此 但是問題是他已經許了清了 不能再許第二次對不對 可是因為賈母也沒有說明 這個是他們上流社會的禮節 人家並沒有明說 你就不可以明白拒絕 那不然就會失禮 聽得懂嗎 聽不懂沒關係好好學著吧 這我也是跟紅樓夢學的 原來如此 明明他就是這個意思 可是沒有說破 沒有說破你就不能夠虛來而拾回 那這麼一來其實對別人來講就是不禮貌 所以你看他就隱隱約約的來推卻 所以你看 因為賈母尚未明說自己也不好擬定 所以半土半路的說 哎呀可惜這孩子沒福啊 總而言之 你們注意一下下面所說的 一方面是他許了梅漢林的兒子 那麼重點是他父親是不是又過世了 對不對 再來母親呢又是痰症 那麼所謂的痰症在紅樓夢裡面 就是重病到已經沒有異式了 異式不清的狀況 那換句話說父親已死 唯一做主的是不是就母親 可是連母親都異式不清 不能夠再表達意見 所以這一場因婚姻就是不能夠再換了 這樣的意思 這樣懂嗎 所以賈母還沒說 那麼鳳姐也不等說完 就駭身跺腳的說偏不巧 我正要做個梅呢 又已經許了人家 請注意王熙鳳的表現 這個人真的是非常的伶俐 非常的體貼入微 那賈母就笑說你要給誰說梅 鳳姐就說老祖宗別管 我心裡看準了他們兩個是一對 如今已許了人 說也無意不如不說罷了 那賈母實際上也知道鳳姐的意思 大家都在演戲啦知道嗎 那為什麼這是應該的 那我們王熙鳳為什麼要跳出來說這番話 要注意很有意思 這真的王熙鳳會那麼得賈母的寵愛 會把家管得這麼好 那真的是觀察入微也體貼入微 才有辦法做到 要注意他跳出來是要幫賈母解除尷尬 因為事實上薛姨媽確實是在推掉這門親事 無論你講得再怎麼樣不明不白 你事實上意思就是在推懂嗎 那被推的人你要注意被人家拒絕的人 總是會覺得不大舒服的啦 我想你們沒有人喜歡被拒絕嘛對不對 那所以王熙鳳就跳出來擋掉這一場尷尬 把這個尷尬移到自己身上 然後就化解掉這中間的那一個 其實就是讓人覺得很微妙的那種情境 所以這是王熙鳳很精細 然後很體貼很懂得人情優惟的一個表現 好啦 所以我們把這個談完呢 主要就是要跟各位說明一下 那我們這位寶琴呢 跟寶釵之間的這個聯姻 是一個非常特別的現象 我們以後有等把其他七項都講完之後 我們再來做一個整理 總而言之這個是所謂二寶聯姻的一個投影 那麼是作為金玉良姻的一個鞏固與加強 這個跟各位做一個補充 下面我們要多花一點時間 那麼我們沒有按照順序啦 不好意思 但是沒有關係 我想這些情節你們都應該很熟了 所以請大家看一下 我們所放在這一個講義上的第三組呢 這一組因為我實在是很想要多說一點 那所以我先把他放在第三組 有一點性急 所以我們先請各位看一下 這是瀑兒跟喬姊的一個婚姻暗示 那首先我想先請你們看一下第五回 這邊在人物叛詞裡面 他事實上已經做了一些線索 來提供給我們進行那個掌握在88頁 好 這個88頁 那麼在那個第二個圖 請看一下後面又是一座荒村野店 有一個美人在那裡仿姬 這是不是就是喬姊兒的未來寫照 然後請你們看一下 事敗修雲貴 真的一敗塗地之後 不要再說你過去是多麼的炙手可熱 因為現實是非常殘酷的 那麼甚至於家亡莫論親 當你這個家破人亡之後 就不要再講什麼事 大家都是什麼血濃於水的親人 沒這回事 親人可能比那麼路上遇到的陌生人 更為殘酷 因為他就在你最致命的地方給你一擊 因為他跟你住在一起 好 所以這當然講的就是那個妄人 就是亡人 喬姊兒的舅舅 那麼據說他就是趁著混亂把喬姊兒拐賣了 那所以這是最悲慘也最殘酷的人性 所以《紅樓夢》裡面有沒有發現到 他把親人之間的那種算計 甚至陷害寫得是滿入骨三分 也讓我們覺得非常驚悚 反而一個放高利貸的 不熟的 那麼只不過這個街坊鄰居的尼爾 卻是這麼樣的見義勇為 這樣的熱血助人 所以人世間 我覺得曹玉瑩正在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血緣這種東西不能把它當作是一個 理所當然的價值 人還是應該要回歸到本質 他的品性如何 然後他是不是很善良正直 然後很努力的讓自己變成一個更好的人 可是只因為你是親戚 所以你好的機會就給他 然後我們就彼此牽引怎麼樣怎麼樣之類 我覺得看在曹雪芹眼裡 可能心裡面是感到嘆息吧 覺得為什麼我們把這種天生 可是沒有任何人為的努力 跟價值追求的一種關係 把它看成是一個這麼重要的 一個人跟人之間判斷的標準 他覺得這個恐怕是一個問題 好啦 總而言之我們可憐的曹姐就被拐賣了 那拐賣以後變成什麼樣子呢 我們因為敘述已經遺落 不完全照前面的這個安排 那麼加上原來的稿子也已經遺失掉了 所以曹姐的下場到底如何 有各種版本 然而我比較認可的是以下我們會推論的一個版本 首先請你們看一下 他是說當曹姐被拐賣之後呢 偶因即流逝巧得欲恩人 那這十個字請你們現在立刻先背起來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不斷的呼應這十個字 就是說曹姐兒的這個因禍得福 或者是遇到一個人生災難的一個救贖點 是在一個很巧合的情況底下 不是人為的努力 在那個巧合底下遇到了流逝 你看就是所以這邊偶因即流逝是說 因為她的母親過去救助過劉姥姥 幫助過她 那劉姥姥感恩在心 一輩子沒有忘記要注意 人性在這裡是最美好的 就不要把別人對你的好事為理所當然 然後不要把血緣當成就是一個牢固到 完全不分是非的一種迷信 那這個都是人類的一種無名 所造成的一種混淆 所以我們這位劉氏只因為人家給他一犯之恩 然後就拼命的報答 所以在某一個偶然的機會底下 遇到了這個淪落的巧姊 然後於是就把他拯救出來 所以叫巧的遇恩人 要注意這個巧字 就是我們巧姊兒的名字 那你們都知道巧姊兒的名字是 劉姥姥所取 那這當然都有暗示 我們等一下看到的時候再來補充 那麼對不起我一定要再給你們補充一件事情 剛好這邊叛詞的第十一組就是最後一組 是那個秦可卿的 那我以前有提醒過你們注意一下 這邊一開始是就給我們兩句 叫秦天秦海換秦生 秦記相逢必主營 那麼這個秦記相逢必主營是一個最明確的證據 就是秦可卿跟賈真之間 事實上是有情感基礎的 那這個是你們可以再補充到 我們上一次所說的內容裡面去 那上一次我們只不過是跟大家稍微推敲一下 賈真他可以在世所眼光裡面 會吸引人的魅力有哪些 那當然那些不一定都能夠激發出愛情 因為愛情本來就是一個不問理由 一種很微妙的一種心理的反應 可是我想畢竟我們是個外人 所以我們只能夠從這些外在條件來推敲 但是這邊已經告訴我們 他們是有感情基礎的 好 那這個是補充 那所以現在我們就要來看一下 那這個喬傑兒的下場究竟是什麼呢 那麼敘述啊高二的寫法是說 喬傑兒差一點是被賣 注意喔 他是說差一點 然後呢幸好是來吊喪的這一個劉姥姥 然後呢遇到了因為賈真不在家 家裡無人主持 所以那些不孝子孫就胡作非為 連自己的親子女親外甥女都敢下這種毒手 所以平兒非常緊張 可是他只是一個丫頭 他沒有辦法解決阻止 所以剛好劉姥姥來了他就把這個煩惱跟他講 那劉姥姥他們兩個人就共同來提出一個計策 就是藉由劉姥姥就把那個喬傑兒私藏 到他們家的鄉間然後躲開這個災難 等到賈正回來之後 那麼劉姥姥才把喬傑兒完畢歸照 這麼一來就保全了這個家族裡面 最小的一個女孩兒 然後就在這個時候劉姥姥順便就跟這個賈正提親 說我們鄉下有一位大地主 是那個第一的大財主 那當然跟賈府的規模是不能比啦 但是在他們鄉間也是一等一 那麼生活是非常衣食無魚非常穩定 那他覺得說如果喬傑兒嫁給這個大地主 大戶人家也滿不錯的 那賈正也同意了 所以喬傑兒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收尾 一個結局 然而這個完全不符合我們在前面 所看到的這些訊息 剛剛圖冊裡面那個圖已經很明確告訴我們說 喬傑兒過的生活是少奶奶的生活嗎 不是 他要親自仿之 那都是窮人家的這個家庭主婦才會做的事情 所以他是非常勞苦的一個貧困環境 好 那麼在這樣情況底下 那麼喬傑兒到底他的下場如何 我們首先請大家注意一下第五回 後面有一個《紅龍夢曲》 那麼就在收尾的《飛鳥個頭靈》裡面 我覺得這邊應該有幾句話 大概是不是收尾 抱歉 我們應該是看到前面的那個 不對 抱歉 應該是在第一回的那個《豪鳥歌柱》 好 那麼其他的你們自己再互相對照一下 十三頁 十三頁 這個曾世穎對於這個道士所唱的這個道歌 道琴歌 這個有專有名詞叫做道琴 那個是從唐木五代開始流行的一種 宗教的一種宣教的方式 也可以說是跟民間的娛樂相結合 然後後來又變成一個文學的題材 那就是叫道琴 那麼是由方道士 那麼他們周遊天下 雖然非常駱駝潦倒 可是他們其實是有智慧的人 所以透過他們所唱的歌詞來點化世人 這個叫道琴歌 那總而言之 大車大物的曾世穎就做了進一步的註解 那在十三頁的最後這一段你們可以看到 其實裡面所涉及到的 很可能都是紅樓夢中具體人物的具體遭遇 那其中呢也許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這一個倒數第二行 澤高粱誰成望流落在煙花下 好 什麼叫澤高粱 就是你選擇的都是跟你門當戶對的金玉良音 對不對 高粱子弟就是那種富甲子弟 跟賈府門當戶對 可是誰知道世事如此難料 而且如此極端 那麼到最後是流落在煙花下 那我們一般覺得啦 我們揣摩很久 覺得這兩句應該是影射這個喬姐兒的命運 那所以可憐的喬姐兒被拐賣之後 非常淒慘 他變成了廚祭 我覺得這當然是非常非常可憐的一件事情 所以這麼幼小的孩子嘛 那真的是非人的待遇啦 所以幸好有劉姥姥來救他 好 那我想總而言之在殘酷當中 終究我們還是可以看到一點點光明 那也許這就是喬姐兒的母親 所種下來的善因 然後在他身上所結束的一個善果 讓他唯一的女兒不在這個人間受苦 那但是這中間的姻緣究竟如何連結呢 跟劉姥姥到底有什麼關係呢 來請各位看一下這個第40回這邊 我們這邊有一個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在619頁 那這回是劉姥姥第二次來到榮國府 然後就有第一次的機會去逛大觀園 那透過這個機會 我們可以深入到大觀園的規格內部 了解到每一位小姐她的個性 她怎麼樣佈置她的房間 你們知道房間其實就是靈魂的延伸 她就是個人的認同跟個人的審美 個人的一個精神空間的一個體現 那所以在這邊她是來到了探村的房中 那結果這一段很有意思 我們以後講到人物論再說好了 總而言之就在倒數第6行 那描述各式各樣的擺設之後 下面那麼有一個大盤子 是乘著數十個焦黃玲瓏大佛手 然後右邊什麼什麼之類的 因為榜兒已經在這裡有點熟了 她就要摘那個錘子要玩 那丫鬟們蠻攔住她 然後她又要佛手吃 那探村撿了一個與她說玩吧 吃不得的 那這個佛手我要跟你們簡單介紹一下 她其實是一種水果 但是水分很少 是水分很少的水果 所以她不能吃 那她的功能是什麼呢 她的功能其實第一個就是做裝飾品 所以你看探村的房間 她是擺了數十個做裝飾 那她真的是鵝黃色 很鮮亮的一個黃色 那為什麼叫佛手呢 她就有點像握拳的這個大小跟造型 只是弧度是比較圓潤的 然後我以前看過有人造的 本來想買下來以後 每堂課就可以拿來給你們看 但是後來猶豫了一下竟然就沒了 所以我就很後悔 那她就一個是做擺設 請注意在這種大戶人家 能夠擔當得起擺設的資格的 是不是表示她一定是要物以稀為貴 要很昂貴 所以這個佛手比較是江南的產物 然後所以到了這個北方 他們賈府的所在地很麻煩 有時候又說是精靈 有時候又是在北京對不對 那所以總而言之 至少這個佛手是非常昂貴的 一種植物的果實 那麼她的第二個用途就是做精油 所以你們應該都知道 她就叫佛手乾 有沒有 那因為她你有香氣 那就可以提煉出那個香精油出來 所以基本她就是不能吃 因為她根本沒有什麼水分 所以根本很難以入口 所以貪春就叫她說只能拿來玩 那所以還不容易 竟然把佛手這種昂貴的裝飾品拿來玩 你就知道這是大家人的手筆 好 這裡埋下了一個伏筆 我們來看一下到了第41回 這個佛手又再度出現 來 請看一下 我們看得很快 就在那個第635頁 635頁的這個第二行 那麼這個時候 那麼奶子就抱了大姐而來 這個奶子就是奶媽奶娘 不要誤會 我第一年教的時候念到這裡 然後後來改到期末考卷 有一位工學院的學生 他就他寫得洋洋沙沙 我寫考得不錯 然後他常常寫著寫著 就會括號表示他的意見 我覺得那意見是最好看的 好有趣 他就寫著寫著 然後就寫到這一段說 忽然奶子抱著大姐來 然後那括號說 正難聽 然後那就表示說 他真的有讀到嘛 對不對 那不要用我們今天的眼光來看 好 那大姐就來了 請注意到目前為止 喬姐兒還沒有名字 要到42回他才有一個名字叫喬 好 然後大家就哄著這個大姐兒玩 那大姐兒因為抱著一個大柚子玩的 忽見板兒抱著一個佛手 便也要佛手 丫鬟要哄他取去 大姐兒等不得便哭了 那怎麼辦呢 趕快啊 這個小小姑娘哭了不得了 所以眾人忙把柚子給了板兒 然後把板兒的佛手哄過來 好 交換一下給那個這個喬姐兒 那麼他才止了哭泣 那板兒因為玩了半日佛手 當然他從40回玩到第41回 也夠久了啦 所以已經玩膩了 然後這時候又兩手都抓著果子吃 哎呀 忙得不可開交 所以也玩膩了 手上又有更多別的事情可以做 又有好多好吃的東西 所以他也就不管了 就把這個佛手給了喬姐兒 好 大約就這樣 然後他又發現這個柚子又香又圓 更覺得好玩 就當球踢著去了啦 那這個小朋友 他們建議四千也滿快的嘛 對不對 好 那現在就要提醒大家 注意一件事情 請看一下我們螢幕上呢 有告訴各位幾句支批 那麼就是支批裡面就有提到 喬姐兒呢 他看到板兒抱著一個佛手便也要佛手 那他這兩句就批說啊 這個是小兒常情 對 這是小朋友 小朋友是不是就一般的人性嘛 就別人都比我們自己的好嘛 對不對 別人只要分到的那一塊蛋糕 一定比我大 有沒有 所以做父母很為難 所以告訴你們啦 將來你們有可能會做父母的人 教你們一個絕佳的辦法 以後要分給小孩子東西的時候 你不要分 絕對不要自己分 就要兩個中或三個中間的一個分 然後呢 分的人 分完之後有另外沒有分的人選 這樣一來他一定會努力切得很公平 了解嗎 這是非常有效的辦法 所以人性就是如此 但是呢 但是我們作者當然不是在細膩入微的 描述各種人情啦 各種人性 他其實是要來做千里浮線 他有一個線索現在已經要埋下來了 千里之外你會看到他另外一個線頭告訴你 原來一路是會這樣子的發展 好 那另外呢 在我們的這個板兒 又見這個柚子又香又圓 然後就不要佛手的這一段呢 他又說柚子就是今天的這個香團之屬 請你們注意 他也跟這個圓是相通的 這個圓其實意思就是說 跟又香又圓的圓這個字 諧音 然後也是在告訴你這裡面有因緣的設計 那所以他說 那可是為什麼一定要佛手 請注意喔 柚子是要來提供那個圓字的諧音 透過他的形狀 那為什麼要用佛手呢 支批是說佛手就是要來指點彌晶 好 那所以以後遇到了人生的重大的這個災難 重大的困惑沒有辦法解決 這個佛手就會引領你 然後走出迷津 然後也迎向光明 那我自己的解釋是這樣子的啦 你們可以參考看看 我覺得他其實最重要的 當然都是取義於這個水果的名稱的字面 所以佛代表什麼呢 代表慈悲 不用說了吧 那手呢其實就是一種引渡的指引 一雙手可以牽引你離開悲哀的深淵 一雙手可以引領你走向人生的正道 那所以我覺得呢 假如把佛手做另外一個字面上的解釋 那麼他可以就是一個慈悲引渡的含義 而這麼一來呢 我覺得更接近將來喬吉兒他淪落在煙花巷之後 有一雙慈悲的手把他救渡出來 好 我覺得這個也許會更切合 好 總而言之 那麼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原來這一大段就是要來埋乎 這個兩個人將來的一個下場 那麼為什麼我們說喬吉兒他是淪落在煙花巷 除了那個豪鳥哥住的線索之外 還有一個非常有趣的東西 你們大概沒有發現 你們要下課嗎 沒關係啦 不用下課了好不好 然後你們有需要出去就出去沒關係 好不好 因為這樣我也會很覺得不好意思 但是趕快把這個講完吧 總而言之所以我就佔你們便宜 好 那各位請你們看一下那個第六回 有一段好好玩的東西 如果沒有支批我們真的看不出來 那是什麼呢 就是劉姥姥第一次來到榮國府的時候 那麼請你們看一下就在117頁 這是劉姥姥第一次來到榮國府 那他是要來做什麼事啊 借嗎 對啦 叫做打秋風啦 那秋風有好幾種寫法沒有關係 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你真的就是伸手要錢 一般人來講你只要有正常的心智 你是不是都會覺得很不好意思對不對 開口要錢那真的很羞愧 所以我們桃淵明曾經去啟食過的喔 桃淵明你不要以為他很帥啊 不畏無都米則要 我要走了掛關求去 你以為他真的是完全不知道 拼著一股蠻勇 然後我就做出這樣的選擇嗎 不是的 他付出很大的代價 他真的去啟食 他所以寫了一首詩叫啟食詩 這個都是對人性很嚴酷的考驗 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尤其重點不是貧窮本身 重點是你周圍的人所投射的眼光 好 總而言之 117頁你們翻到了喔 那麼就在倒數第六行 我們六行經過一番招待啊 一番什麼 一番曲折喔 那他還是一直沒有開口 所以呢引誡他的周瑞嘉的呢 就提醒他 你來的目的要趕快喔 趁這個機會喔 不然就錯過了 那所以呢 一面說一面就地眼射給劉姥姥 劉姥姥會意未雨先飛紅的臉 欲待不說 今日又所謂何來 只得忍恥說到 哎呀 如何如何 下面就是道奸男啊 那雖然沒有直接說 當然王熙鳳也知道嘛 所以是不是把要給丫頭做衣裳的二十兩 是不是就直接給他 對不對 好 總而言之 請注意忍恥這兩個字 那麼表面上呢 在這個敘事的脈絡底下 這個忍恥當然就是表示他當下 要跟人家開口要錢的那種羞愧 那但是你羞愧的話是成不了事的 所以你一定要壓抑那個感覺 那才能夠完成你現實逼迫之下 你這一趟的任務 可是這個仁恥旁邊就有那個王熙 那個志厭哉的一段批語 他說呢 這裡啊 注意喔 老玉有人恥之心 故後有昭大姐之士 作者並非犯邪 什麼意思呢 意思就是說劉姥姥是一個大母神 他有高度的意志力 這個意志力可以超越他的感性 某一種強烈的本能 而能夠呢周全四方去做最應該做的事情 我們大多數人士喔 什麼事該做 可是自己的意志力不夠對不對 然後呢我們就每天還是睡到很晚啊 功課沒有 紅樓夢沒有好好的照進度讀啊 好 如何如何 那可是我們的劉姥姥 他是有大意志力的人 所以他能夠仁恥 能夠呢先按耐住個人的許許多多的 這種心理反應 而去救事實 然後去掌握最應該做的事情 好好努力去做 所以也因為他有這樣的性格 將來才會有昭大姐的可能性 那所以這下子就有趣囉 原來昭大姐就是呢 把喬姥兒這個帶回家來 這個是必須要仁恥做的工作 怎麼回事 為什麼把喬姥兒取進他們家族 竟然要克服心理障礙 那很明顯 這時候的喬姥兒絕對不是一般的 所謂的完畢之身 他恐怕對我們的社會眼光來講 他恐怕都有非常污染的異蹟了 所以流落在煙花巷 這樣子就可以聯繫起來 無論如何 這個時候的喬姥兒恐怕 真的都慘遭毒手了啦 那對一般人來講他既非清白 家族又蒙受這樣一個超家的罪惡 老實說你想想看 有沒有人可能會取喬姥兒 給他一個終身歸宿呢 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只要是良民恐怕都會敬而遠之 所以我覺得這個劉姥姥 了不起的地方在這裡 就是說我不但救了你 你們要注意要把他贖身 那要一大筆金錢啊 所以劉姥姥已經願意做這樣的事情 那已經是真的是了不起了 他還的恩惠遠超過假家給他的 但是還不只如此 我在揣摩劉姥姥的心境是 他在想那這樣一個女孩子 他將來的依靠呢 我救得了他一時 可是將來他就這樣子一個人沒有家 就這麼一個幼小的女孩 要這樣掙扎在現實中求生 他已經吃過這麼多的苦了 可是將來怎麼辦 那要一個所謂的長久之計 那麼唯一的方式 那就是讓磅兒娶他 這麼一來他是不是就有了歸宿 這樣就有人照顧 所以我覺得這裡的人恥呢 應該就是在這樣的一個決策之下 他必須要克服的心理障礙就在於這裡 那所以他跟磅兒的聯姻 那麼中間其實還有涉及到一些人性的 有的是殘酷 有的是慈悲 可是又有一些是很複雜的那種心理因素 好啦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劉姥姥應該他的決策是這樣 可是他究竟是怎麼樣救了這一個喬姊兒呢 這個情況應該是他應該見過喬姊兒 那雖然過了個兩三年 但是喬姊兒的樣子還認得出來 也許他就是在一個很偶然的機會底下 那出門啦怎麼樣 然後就路過那個妓院 那喬姊兒可能剛好出來倒水啦 或者是打雜啦 然後就被劉姥姥認出來 那當然劉姥姥也知道假假已經被抄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底下 那麼劉姥姥才想盡辦法 把喬姊兒救出煙花巷 那這個就是一個所謂的巧字 但是這個巧字說實在在作者胸有成竹的 一個事先安排之下也未必是巧合 作者是故意弄巧 那麼所以他的安排在哪裡呢 請各位看42回 這邊在646頁 當劉姥姥逛完大觀園 在假家受到很大的招待也滿載而歸 那麼終於就要臨別的時候 那王熙鳳就托付給他一件他心頭的 這個一個心頭上面一直很記掛的事情 在640頁裡面就講到 喬姥姥又生病了 那麼你們都知道富貴人家都很嬌嫩 這個叫做貴格難熬 貴命難養 就是你太尊貴了 那麼所以呢老天爺很公平 每一個人所能夠分配到的quota是一樣的 那你這邊太富貴了 那你的命就會少短一點 那這樣才會每一個人的配額才會公平 那所以貴格難熬這麼一來呢 貴命就難養 所以王熙鳳當然也知道這個道理啦 因為這是古人的一個基本的邏輯 所以他就很擔心 他這個小女兒從小這樣生病 他做母親的也很擔心 然後呢所以下面呢 他就直接提出一個 除了請那個劉姥姥來想想看 怎麼樣可以幫他 這場病可以把他養好之外 他是進一步的期望 他說我想起來他還沒有個名字 你就給他起個名字吧 你們知道起名字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權利 命名要注意 命名在我們的傳統 包括從神話時代開始 以及各式各樣的原始部落 還有包括我們一直到我們現代的文明裡面 命名都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一個 帶有很深層意義的一個人為活動 那麼他作為所謂宣誓所有權 命名基本上常常就是宣誓所有權 同時也給對方人格意志 給他獨立性的一個存在的一個認定 這都是命名會牽涉到 當然命名還會牽涉到社會的主流價值觀 也可以說是對既有秩序的重新調整 這個背後有很複雜的意涵 人文意涵這個是以後我們講到 大官員的命名的時候 可以再跟各位做一個詳細的補充 總而言之我覺得在這裡 我們的王熙鳳把對這個女兒的命名權 給了劉姥姥 這就是給劉姥姥很大的一個尊敬 你們要注意這種大戶人家 通常命名都是由誰來主持的 當然都是祖父嘛 就是全家最有權利 對德高望重的嘛 對不對 可是他竟然給劉姥姥 你就可想而知對劉姥姥的信賴 以及對他的一個託付 所以而且剛剛我又提到過 命名本身的一個功能 一個意義 就是宣示所有權 所以我命名給你 你其實基本上就是 歸我所管轄的一個範圍 那麼在這樣的一個背景底下 那麼劉姥姥對於喬姊兒的命名 恐怕這也暗示了將來劉姥姥會照顧喬姊兒 而喬姊兒歸屬到劉姥姥的家庭裡面 好 屬於他們的一個成員 我想也有這樣的一個含義 好啦 那總而言之 王熙鳳的想法是說 可以借鑒你的獸 二者你們是莊駕人 不怕你腦到底貧苦些 那你貧苦人起個名字只怕壓得住他 這就是所謂的貴命難養 所以我們就用一個貧苦人來為他命名 這麼一來就可以騙過天上的神 懂嗎 原來這位小姑娘不是我們假家的 是那個貧苦人家的小孩 所以上天就會放過他 這樣懂意思嗎 這基本上是這樣的一個很曲折的心理 那劉姥姥就問他說他是幾日生 要注意喔 鳳姊兒說正是生日的日子不好 可巧是7月7日 有沒有注意到 這已經從先情時代以來的一個迷信 只要你那個數字是重疊的 大家會覺得這個日子不好 所以先情時期有一個很有名的公子 他是不是就是5月5日生 然後被認為會克復 對不對 是孟長軍嘛 對不對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邏輯 所以他們也很煩惱 這個日子又很不好 表示這個孩子天生命就不好 可是到底要用什麼方法 可以在後天幫他調節這樣的一個命運 所以他會拖到現在沒有命名是有原因的 那現在你看把這麼樣一個重大的任務 這麼樣一個改變他命運的關鍵 所以交給了這一個素媚平生的劉姥姥 你就可想而知這中間真的是用心良苦 那所以劉姥姥就盲笑到 這個正好就教他是巧歌兒 好 這個歌不一定是男生的意思 在《紅樓夢》裡面女生也可以用個歌兒 像鳳哥兒有沒有 就是鳳姐嘛 對 這個是巧歌兒也是巧姐 他說為什麼呢 注意他的邏輯 請注意 這果然告訴我們劉姥姥 是一個大隻若魚的人 他有這一個高度的意志力 有很強的韌性 然後有很明晰的智慧 很懂得判斷 很懂得選擇 也很有高度的執行力 所以他說我們就為什麼叫巧歌兒呢 原因是以讀攻讀 以火攻火的法子 你們知道這個邏輯背後所印含的意思是什麼嗎 要注意喔 這個意涵是你勇於面對厄運 好 不要害怕這個厄運 你越害怕他就會使得他的視力越做大 然後你越恐懼 恐懼會削弱你的勇氣 也會削弱你的力量 所以你越怕他 越逃避他 你只是會讓自己陷入到更不利更不幸的局面 但是如果你勇於面對他 挑戰他 不畏懼他 這麼一來你就有機會去克服他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怎麼講 真的是一個心智健全 然後他的那個心胸開闊 然後眼界是真的是看向整個世界的一個人 所以他不會總是把那個眼光 放在個人的得失 個人的感覺 而是說只要遇到厄運 遇到災難 你就勇於面對他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 整個王家已經沒飯吃了 後來是誰到賈家來打抽風 才解了他們這一年的危機 就是劉姥姥 有沒有 其他人沒有這個勇氣 其他人不能面對 就在那邊這個作仇紅顏老 也不知道有沒有紅顏 總而言之就是白白的在那邊擔憂 然後在那邊恐慌 可是於事無補 那我們劉姥姥不是 這個從大地裡面深耕長出來的 一個巨大的一棵巨樹 他是來避應別人的 所以他不怕風吹雨打 他是勇於挑戰上天所給他的所有的考驗 所以他也才能夠長得這麼的堅強 所以我覺得他的這個態度 我的意思說 這個命名的邏輯背後所蘊含的一個心態 真的讓劉姥姥可以成為一個 足以去承擔甲母逝世之後 所留下來的母神空缺的另外一位大母神 好啦 所以總而言之 那劉姥姥又有一番金口來預告 這個預告當然一語成稱 他說姑奶奶一定要依我這個名字 她必是長命百歲 日後大了個人成家立業或有一時 好 這個不遂心的事 那麼必定是遇難成祥逢兄化吉 都是從這個喬字上來 所以各位這八個字也要記得很熟 將來就在很巧合的情況底下 我們的喬姥姥兒的災難 那麼會轉化成祥 然後逢兄會化吉 那所以你看這中間點點滴滴 在我們藝術家很精緻的這個設計裡面 全部都串聯在一起 那麼某個意義來講 我們可以很清楚地勾勒出 喬姥姥事實上他應該 到第120回的結局的一個整體的線索 好啦 所以這一段話旁邊 又有一段支批 他就開始介入了 他又感覺到有一種共鳴 一種感同身受的一種傷心 他說將來如果喬姥姥能夠 印了這個話顧好 那麼批書人焉能不心傷 因為他知道喬姥姥的命運很悲慘 所以他說到了玉妙相逢之日 有沒有發現玉神廟又出現了 好 那麼到這個時候才知道 玉難成祥跟逢兄化吉是什麼意思 就是浮現於千里 所以你們看從40回一路到41到42 然後最後會在一個我們看不到的尾巴 去收藏就是玉神廟 所以他說哀哉傷哉死後的文字 就不忍足讀了 果然你們發現第42回幾乎是一個中間點 有沒有後面幾乎的發展 是不是從前面的保帶的那個浪漫的愛情 雖然我覺得有一點像小孩子 在鬥氣一樣的那個愛情的主軸 到了42左右就進入到 是不是甲府內部的各種人際的糾葛 有沒有 然後很多的災難都逐漸浮現出來 所以不忍足讀 好啦 所以我們整個聯繫在一起 會發現一件事情 所以回過頭來我們再來看這個佛手 我後來發現我的解釋可能也很對 原因是因為有一個美國神話學大師 他在大概過去一二十年前已經過世了 就是坎博 那麼他的著作 我們台灣都有很好的翻譯本 那麼他裡面就有提到說 菩薩代表慈悲 那麼有了他的幫助 生命才有可能 生命是痛苦的 但是慈悲是生命可能繼續的原因 那麼所以我想如果就這個道理 來理解所謂的這個佛手的佛 你就可想而知 我們劉姥姥不也說嗎 如果你依我的這個話 給大姐而取名為喬姐 他必定會什麼 長命百歲 對不對 他就不會在那個災難中滅頂 小小的小女孩受不了多大的折磨 所以給他一個正常的家 讓他可以好好的正常的長大 然後正常的過日子 那所以這就是這個菩薩 也就是佛手的佛 要帶給喬姐兒的一個 所謂生命的可能 然後讓這個生命可以慈悲的繼續下去 那這個坎博他對神話學的分析 非常的精彩 那麼他收集了包括美洲 包括歐洲也包括中國 許許多多的那個神話內容 然後當然這會涉及到各地的宗教 然後他就做了一個打通的 一個通則性的 然後非常深入的一個分析 那我是採用他其中的這一段 來跟大家分享 跟這裡有關的這個部分 好啦 所以我自己會覺得 如果我們再進一步推測的話 那為什麼這個佛手 會出現在探村的房間裡 這個恐怕也不是偶然 因為畢竟作為一個貴族家庭的 一個昂貴的擺飾 沒有非要在探村房中不可嘛 對不對 可是作者安排在這裡 也許也應該會有別的用意 不過就這個來講已經太細微了 我們沒有別的線索 可以再去這個勾勒 所以這個我們就只好純而不論 只是我在想 說不定在賈家抄家之後 喬姊兒流落 然後他跟這一個劉姥姥家 那麼王板兒 板兒姓王 知道不是劉姥 是王板兒的這些 很細膩的這個發展的構成過程 中間恐怕應該也有探村的這個一席之地 但是他究竟怎麼發揮 怎麼樣穿針影線 怎麼樣組織成一個我們完整 而且覺得合理有深度的一個情節 這個就我們已經沒有辦法再說了 所以我們存而不論 那這個就是那個板兒跟喬姊兒的故事 那這個就注意一下囉 要 我覺得真的越讀紅樓夢 越了解各個人物的生命史 我真的越覺得林丹玉其實很幸福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他天天要哭 那別人該哭的其實更多 那這個所以我覺得林丹玉的塑造 很可能只是在告訴我們一個 不健康的個人主義者 他是怎麼樣的用一種不均衡的 太過敏感跟脆弱的心理在折磨自己 那所以我們理解一個人的角度有很多 我們試圖透過不同的這個入境 那麼也許可以對這些人物有不同的認識 那當然這些認識都可以並存 好了 我們來看第四則 就是那個往前面推 已經是到了那個史湘雲跟魏若嵐的故事 那這個請你們注意一下在第31回 可是這個魏若嵐是何許人也 我要跟你們提醒一下 他其實最早出現 他只出現過一次 然後第二次就是在那個支批裡面提到的 那他在文本當中正是有提到的 那個是在秦可卿出病的 那個浩大的送葬隊伍當中 那因為甲府是非常尊貴的一個上流社會 所以各路的那個王公貴族都來陸祭 陸祭就是在路邊會射棚來祭祀 這也是給賈家的面子 那其中好多的人 那麼其中就有提到那個魏若嵐 那這個是在第十 應該已經是到第十三回是嗎 好 來我們請 十三嗎 還是十四 好 來請看十四回 218頁 這個218頁魏若嵐有出現過一次 在倒數第四行的下面 那麼旁邊好多人的陸祭的那個隊伍跟出身 都是那樣的赫赫不凡 那個送葬隊伍真的是綿延不斷 這麼鋪天蓋地的 那請看到竹地上下面除了有馮子英 有沒有 神武將軍的公子叫馮子英 這馮子英後來二十幾回不是也出現過嗎 那也出現過好幾次 那但是有一個人物請看 陳也俊 魏若嵐等諸王孫公子 好 魏若嵐是王孫公子 所以不要忘記 《紅樓夢》寫的真的是貴族階層的故事 我們不要用平民的眼光來理解 你一定會搞錯 好 總而言之 那這個魏若嵐第一次出現 也唯一的一次出現就在這裡 可是他將來會在史湘雲的終身大事上面 成為很重要的一名人物 那麼這個是在第31回 我們還是請大家看一個很好玩的小地方 那就是史湘雲是不是有一個麒麟對不對 比較小 那麼賈寶玉存了這個心 所以當那個張道士蒐集了各個道士的法器來的時候 他只挑了一個也是赤金點綴的麒麟有沒有 他因為覺得史湘雲有我也要有一個 所以他就挑那個放在心上 是不是就被林大玉看出來啦 好 然後就又開始酸酸的 然後來又要去查其之間 是不是有什麼不軌之事啦 好 那麼這個過程中 我們來看這邊493頁 在31回的最後一頁 那麼就是寶玉雖然有了心 也挑了這一個跟史湘雲可以成對的 這個佩戴之物 但是他竟然不小心就在大關羽裡面遺失了 他也找不到了 結果竟然好巧不巧被史湘雲撿到 好 那所以在493頁 他們一路講話一路撿到 那就撿到了 來 那麼有一個什麼什麼東西 那麼那個首飾驚晃晃的在那裡 那翠雲聽了就把它撿起來 那麼有趣的是什麼呢 請看這一段的第四行 下面 那麼湘雲舉目一夜 卻是個文采輝煌的一個驚奇靈 注意喔 比自己配得又大又有文采 所以史湘雲伸手擒在掌上 只是默默不語 正字出神 提醒你們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這個驚奇靈 是屬於寶玉的 目前 好 那麼比史湘雲的又大又有文采 你們知道這代表什麼意義嗎 如果要分性別的話 那麼寶玉遺失的這一個 是屬於男性還是女性 是屬於男性 為什麼呢 這一段剛好接著那個 史湘雲跟翠履在論一大段陰陽的那一段 那陰跟陽落實在具體的動物身上 那是不是就是變成聘跟母的區分 了解嗎 所以現在又出現這個麒麟 事實上是在這個脈絡底下的 因為翠履還剛好問說 那到底我們是公的還是母的呢 是不是就被湘雲罵有沒有 來 請你們看一下 在那個492頁的最後那幾行 你們自己看一下倒數2、4、6、7 來 倒數第七行 那翠履就一直很想知道 陰跟陽的道理啊 就問了很多啊 那他猛低頭就看見湘雲 那麼公濤上那麼所細的這個金麒麟 就提起來笑說 那姑娘 這個難道也有陰陽 那史湘雲就是說走獸非情 那麼雄為陽 雌為陰 聘為陰 那麼母為陽 怎麼會沒有呢 有沒有知道把陰陽放在動物身上 那就會分成公母出來 好 這個要注意 所以延續下去 那所以翠履就問 那這是公的還是母的呢 那湘雲就說這個連我也不知道 所以等到他撿到那個比較大的麒麟出現的時候 他是不是就知道了 這樣了解意思嗎 就他自己的是母的 母的麒麟 那撿到的那個是公的麒麟 好 然後接下去這邊有一個很好玩的東西 我還是想借這個機會提醒一下 翠履說那這也罷了 怎麼東西都有陰陽 咱們人倒沒有陰陽呢 請注意喔 湘雲是照臉 催了一口說下流東西 好 就罵他了 越發問出好的出來了 他為什麼這麼的生氣 你沒有注意到這件事情 他為什麼這麼生氣 這跟麒麟分出公母出來之後 我們石湘雲默默的不語 而出神的反應是一樣的原因 你們知道為什麼他要這麼生氣 問人有沒有公母他為什麼要這麼生氣 因為這涉及到性別啦 那性別其實呢就會涉及到情色啦 那這個其實是女性的禁忌 這我也在跟你們講過 所以石湘雲很生氣 你怎麼可以問出這個不應該問的問題 所以很生氣 可是翠履不懂你知道嗎 他是一個完全不認識字 沒有任何受過教育的一個小丫頭 所以他就覺得你幹嘛那麼生氣 我只是在問剛剛一路下來的話題而已 所以翠履就笑說 這有什麼不告訴我的呢 我也知道了 你不用難我 那石湘雲就笑說 那你到底知道什麼 那翠履就很天真無邪啦 他真的是滿私無邪的 只是石湘雲想太多 所以才會那麼生氣 還有他白白的臉上 被吐了一口口水的可憐的翠履 那翠履就說 姑娘是羊 我就是嬰 說著那個石湘雲就手帕子握著嘴 呵呵的笑起來 他為什麼要笑 因為跟他原先預期的不一樣 他把他講成主跟僕的關係 而不是男跟女 所以他就誤會了翠履懂嗎 他就覺得他才自己會笑 不好意思也覺得翠履很可愛 絲無邪 那翠履還不知道為什麼他的主子要笑 就說說是了 就笑得這樣 然後他以為他說對了 所以主人很高興 其實不是 他完全不知道主人的心思 那翠履 翔雲就說很是很是 對你說的很是 其實根本不是 那翠履就說那人規矩主子為陽 奴才為陰 我連這個大道理也不懂得 那翔雲說你很懂得 那這個過程真的好有趣 所以你就知道說這個誤打誤撞 所以翔雲真的是想太多 不過他依照他的出身 他們的教養他絕對沒有想太多 他那樣想是非常合理的 知道嗎 因為這就是他們整個世家培養出來 女性呢應該有的性別禁忌 這個是提醒你們 所以沒想到竟然就出現了一隻公麒麟 那這下子不就落入到他先前的那個禁忌的思維嗎 那個公麒麟跟我的母親不就配成一對了 這不就是涉及到女性的那個婚配的問題 所以他才默默的出神 因為不知道這中間有什麼玄妙的上天的意志 而且又涉及到他剛剛所要禁閉的這個話題 所以他也就默默不語 這樣了解他這些反應了 這個很重要 好 那麼現在呢 我要提醒你們就是說 這裡回幕注意一下 我們左邊有一個回幕 就是因其林福 白首雙星 那白首當然就是白頭偕老的意思沒有問題 那雙星呢會這個服下了 將來會白頭偕老 其實也就是婚姻的這個暗示 所以很明顯這個雙星指的就是那個 指什麼 我覺得啦 這裡的麒麟呢 當然就是這兩個麒麟之間的那個對比暗示 可是這個雙星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有一個說法也許可以參考 是指牛郎星跟織女星 那麼表示說他們將來會結成婚姻 但是呢會長久的分離 而果然史湘雲的那個叛詞 第五回人物叛詞是別講到這一點 對不對 好 那你們可以再跟其他的那些 暗示性的趁與再做一個對照 可是我想這邊跟這個婚姻暗示 有關的是在那個支批 來請看一下我們的螢幕 那麼更成本在回幕有一個總評 他說後數十回啊若蘭在赦朴所配之麒麟 這個若蘭就是魏若蘭 他在赦朴 赦朴是他們這種騎人家庭 注意喔 騎人的騎是這個騎 他們這種騎人家庭都要有的 一種武士上面的訓練 所以有沒有發現那個最幼小的賈蘭 是不是也在大觀園裡面拿劍 在追殺一隻小鹿有沒有 那個就是他們平常要演練的一個 那個那麼行軍作戰的一些基本的訓練 那麼魏若蘭他們這種都是王孫公子 其實都平常都要有這樣的一個機會的 然後就在這個攝埔地方 結果他其實也配了一個麒麟 那這個麒麟呢 芝批說他就是寶玉所撿取 那以後來被史相雲撿到的這個麒麟 那所以呢 提綱浮於此回之中 所謂草蛇揮線在千里之外 講個千里就是表示說 通常都已經遠到結局 這個線索才會再冒出來 好 所以呢 各位你們就可想而知 這中間還有一點點曲折 那就是寶玉雖然撿到這個麒麟 後來被史相雲撿到 史相雲當然又還給他 那但是他配在身上 可能就跟其他的公子哥兒們 又有這些交際應酬 結果不小心就掉在那個攝埔的地方 然後被魏若蘭撿到 那魏若蘭當然撿到了要物歸原主 可是呢 有紅學家是這樣說 那麼寶玉會覺得 這個我既然遺失了 而又被你撿到 這就是一種命中注定 所以他就送給了魏若蘭 好 那所以最後這個麒麟 是在魏若蘭手中 那這麼一來呢 史相雲真正的這一個餘歸的對象 不是寶玉 而是魏若蘭 所以這邊的殷其林符 白手雙星的那個對象不是賈寶玉 雖然有一些紅樓墨連續劇 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這個改編 對於後40回是採用史相雲 跟這個寶玉後來再度解離 因為史相雲是有嫁給魏若蘭沒錯 可是後來他早寡 早寡千辛萬苦回來 那麼跟寶玉夫妻重逢 那所以就被收留 然後如何如何 那這個又是另外一種想法啦 那我覺得這個已經無可驗證 所以我想無論如何跟史相雲成親的 應該還是這個魏若蘭 好 那麼當然啦 很可惜啦 魏若蘭社譜的文字已經迷失無稿 所以換句話說原來是有底稿的 但是後來都不見了 所以這就是我們這些紅樓迷 在追心之痛 不要氣血 好 總而言之 那我們再來看第五個這個聯姻類 這個就是蔣玉漢跟襲人 那這一段我們其實之前花了很多的時間 所以我們今天只能夠做簡單的交代 那他們之間的那個物 作為聯姻的那個一個媒介 就是倩香羅跟松花漢金 好 這個在第28回 我們就不詳細說了好不好 你們自己回去要看相關的段落 有沒有注意到我們的寶玉很粗心 把襲人的那個松花漢金 是不是就跟那個蔣玉漢在初見之下 是不是就一見如故 然後就互相交換這個貼身的東西 對不對 然後他忘記了 他身上戲的那個松花漢金是襲人的 不該給人 那他又要賠罪嘛 所以他就把那個蔣玉漢的那個倩香羅 倩香羅又是誰給蔣玉漢的 是北境王喔 所以這是很珍貴的東西喔 好 幾乎戲上去之後 夏天你會覺得很清涼喔 這是一個寶物 那所以寶玉就覺得很愧疚 就把這個蔣玉漢送給他的這個倩香羅 就硬塞要給襲人 那襲人就不要對不對 可是因為寶玉又那麼愧疚 又一直哀求他 他是勉強戲在身上 可是等晚上睡覺的時候 就又把他解下來 就把他壓在箱底再標裡他 什麼錯然的拿過的 有沒有 就是這種女孩子的心情喔 好 結果呢 所以那個倩香羅就變成壓箱底的東西 這樣知道嗎 好 可是這個交換的行為 都在當事人無意當中進行 而他要做的是未來的一個聯繫 就是我們提到過很多次 賈家抄家之後襲人被拍賣 其實就是被蔣玉漢買去 那買去之後 當然襲人覺得也很難過 那蔣玉漢只知道說 他買的丫頭是寶玉的 很看重的丫頭 但他不曉得是襲人 所以是在洞房花竹業的時候 因為收拾東西 然後才發現襲人帶過來的那些 賠價品裡面竟然有一條倩香羅 而這個他當然認得出來 是因為他當初送給寶玉的東西 所以這麼一來他才領悟到 因緣天注定 所以他才知道原來他娶的這個人是襲人 那這麼一來呢 當然這某個意義來講 冥冥中自有注定 那麼注定早在多年前就已經 有了這麼樣的一個神譽了 所以大家也就接受了這樣的一個安排 那麼所以這大約就是他整體的過程 那我要提醒你們的是說 這個是二之道人 他是《紅樓夢》的評點家中很有名的一位 我覺得他的意見是眾多 那麼反對討厭襲人的人的這一種人物主流 當人物論主流中比較 我覺得比較客觀 比較公允的 他就說襲人是寶玉的妾 事實上妾身未分明 他有什麼截殼守呢 瞭解嗎 這是我們之前講過的 那他嫁給齊官不要忘記 夫做丈夫的是幽靈 好 又是唱戲的 不要聯想 那個很恐怖的 好 那麼做父親的是身分很低賤的戲子 那麼做妻子的呢 又是身分很低賤的卑女 說實在的 他們呢根本上是不是同一個階層的聯姻嘛 那彼此誰也沒有辜負誰 誰也沒有對不起誰 這也不是奉誰呀 我們襲人並沒有貶低身分 他說這有什麼好奇怪 他覺得我們一般人很奇怪 你都不去回到他們的那個社會 他們的這個生活的那個 不同的一個階級 那你就會做很多現代人的一個 一廂情願的想當然爾 所以他說 一束倩香羅 不儼然那采在席乎 換句話說他也看出來了 倩香羅根本上就是一個 很明確的誤稱 很早很早以前就有點像那采 就是一個聘禮的意思啦 所以已經聘定在先 將來我們只不過是執行 這樣一個上天的神域 那這次提醒你們 那麼另外呢 有幾段話還是請你們在複習一下 同時補充一下 就是支批又有提到 那麼倩玉就是很早十幾回 就已經被撵出去了 只因為這個伺候不周 因為一碗茶然後就被撵出去 可是這個倩玉並沒有因此而含恨 他後來在賈家被操之後 他還是在御神廟跟小紅啊 跟這個蔣玉和襲人他們一起 都是很難得的雪中送炭的那一種 熱心腸的人 那麼所以到御神廟 我們還會再看到倩雪這個人物 可是反正稿子不見了也沒辦法了 可是這邊有一個很重要的線索 那個支批說 御記本來作者要在那一回所編定的回幕式 你看襲人在那一回正文的標幕是說 花襲人有始有終 這個就是我們要注意到的地方 襲人已經很難得了 他是不是在被迫離開的時候 是不是哀求寶玉夫婦一定要留下誰 社約 就是代替他照顧 他是不得不離開 然後離開之後 那麼看到寶玉夫妻的落難 是不是又跟蔣玉涵一起回來照顧 他過去的這個組織 所以你們看一下這邊有提到 那麼這次幾乎守了 那麼我們龍統的那個知厭哉 所涵蓋的範圍之一 他說我只見到有一次 那個因為他們都是手寫的稿子 所以要疼 要疼寫要把它抄清楚 因為作者可能會改來改去就很混亂 所以在有一次疼心的時候 那麼他看到說有御神廟 那麼襲人跟這個蔣玉汗結清之後 到御神廟去慰問寶玉 他說這個稿子有五六份 但是被借閱者迷失 所以那個人應該要把他抓出來 你你你都是你對不對 好 那麼這個人太可惡了 這罪魁禍首 好 所以我們的記護手也覺得 糟糕了這麼珍貴的稿子都遺失了 所以很感嘆 所以要注意 對古人來說 我覺得對我們現代人也應該一樣 只要你的心還是那麼的美 那麼的感念 老實說不要用外在 你有沒有改嫁 你是不是在身旁 來作為他是不是一個有情 至情之人的判斷 我們人不是不應該流於刑事主義嗎 我們不是都應該問心無愧嗎 為什麼我們現在反而落入到非常僵化 非常不分青紅皂白的刑事主義 只因為他後來嫁給了別人 你就把他罵死掉 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嗎 人反而捨本逐墨 這是我們不自覺的本能 我們在王府逸臨 好 一定要超越這個內在的盲昧的一種本能 那麼接下來我們這個玉神廟當然又有出現啦 因為知批又有提到說 喬姐將來會遇難城鄉逢凶化吉對不對 那知批也說 哎呀 批書人也能不傷心 玉廟相逢之日 有沒有 所以這一批人不管在當時是來打秋風的 是來做女親客的 都是要來討便宜的 或者是會鑽營的 會有謀求什麼各種心機的 像小紅什麼之類 他們這些人反而在假家真正落難 一敗塗地的時候反而挺身而出 所以人性難料 你現在覺得不治不求這個溫柔敦厚 然後非常好的一個人 也許在某一天有一點小小的利益衝突 你才赫然發現 其實他是一個痛下毒手 毫不猶豫的一個很殘酷的人 像這種事情 我們在人生的過程中 點點滴滴遇到很多 真正發現很感嘆 人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個人 要蓋觀才能論定 不要太早就對一個人下判斷 那麼也不要太早就對一個人討厭 或者是把他看得好像很完美 其實要有考驗才能看出一個真正的本質 所以古人說疾風之淨草 百當是忠誠 這個是唐太宗的詩 這個是對的 他的詩裡面引用這樣的句子 那麼要造次必於世 顛沛必於世 這個都是很難得的考驗 造次跟顛沛會讓一個人改變 所以你真正的自我 是要在很艱難的這種千錘百鏈底下 才會打造出來 這就是我們人應該可以追求的 一個價值所在 而不是你本來是什麼樣子 就是什麼樣子 那個不過就是一個自然本性 沒什麼價值可言 好 再來呢 我們請各位再複習一下 在第28回這個所謂的倩香羅 眼若納采再席的這一段 那麼也有一段回莫總評說 這個倩香羅跟紅色串寫在同一回 注意一下齊官雖然是憂人 可是他後來呢 會跟襲人供奉玉兄 保親得同忠實者 好 所以這一段也不是泛泛之文 所以有沒有發現到一件事情 不但作者本來的預告是 花襲人有始有終 連織批也都說 他們在具體的情節當中 也是會供奉寶玉跟寶采 玉兄就是寶玉 那寶卿就是寶采 他會供奉他們得同忠實 所以你看他們是有始有終的人 他們的那個真情 不會因為外在的容枯得失而變異 看一個人不就是應該看這個心嗎 而不是看他外表做了什麼 所以加上這個供奉兩個字 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他們是不是還是非常誠心誠意 非常的尊敬過去的主子 即便他們現在落難到 比他們自己還不如得多 他們沒有白眼相看 而沒有所謂的親白眼的視力 你不覺得這一對夫妻非常了不起嗎 所以我們也許對襲人 實在有太多亡輔逸鈴的那一種扭曲了 我們現在稍微做一點點澄清 那這一段話我們之前也已經提過了 所謂襲人衰趣怎麼樣 食味趣也 這個我們都看過 好 所以這個我們就不多說了 可是我實在很想趁這個機會 來跟你們補充一個歷史的考察 就是說不但過去的這個禮教文化 不如我們所以為的那樣的吃人 我們現代人比起我們所反對的人更殘酷 這我們以前抨擊過這樣的一個心理 那麼我現在給你們一個學者的考證 那麼再有一項有關明代跟親出寡婦 就他們的在家情況所做的研究 這都是那個美國漢學家做的研究 好有趣喔 完全顛覆我們以前想當然爾的看法 他說雖然說 這個朱熙的訓事是得到尊重的 就理學家有的時候比較嚴謹 不過在明清時期特別是清朝 就是我們現在所 這個小說所奠基的一個時代 那麼在這樣的時代中 的確出現不同的守寡思想的 什麼不同的守寡思想呢 這些思想是允許寡婦有某種自由的 好 例如有些是根據一些家族的律例 然後婦女不應該被迫守婕或者是再嫁 換句話說第一次的婚姻是出自父母之命 沒錯之言 就是你沒有自主權 可是第二次 那麼婦女就可以有自己選擇的權利 那麼所以這位漢學家呢 他就總結說什麼叫守寡 守寡是一種家庭責任已經完成一回的狀態 可是那只是一回 那麼社會對於寡婦前途的立場 並沒有我們所以為的那麼的堅決 那麼的單一 這個是寡婦 所以你可以發現說原來在古代 沒有我們所以為的那麼禮教吃人 我們是不是太被某些想當然的想法 然後就把過去的歷史就單一化 非常的狹隘化 然後用一個錯誤的理觀念去批評 過去的歷史 那就是邏輯上所謂的稻草人謬誤 你們有沒有學過這個邏輯的概念 就是你去樹立一個假的人然後拼命攻擊他 可是你根本攻擊錯了 他又不是真正的對象 所以我們人常犯這種錯 所以要常常訓練自己 那麼我要說的就是 不但連寡婦都有在家的自由 過去所謂會吃人的禮教社會 他們事實上對這個現象有一定程度的寬容 那更不要講 妾根本不在於禮教規範的範圍之內 所以請不要對習人過分苛責 請看看他的心 請看看他在他的環境限制底下 他怎麼樣的努力去做到他的心 所要他做的 這個是我們應該要看的 好 那麼這個是第五個例子 那我們現在再來看就是探生的例子 這個要花很多的時間 我知道我已經時間不夠 所以我們先跳過去 那個這個真的花很多的時間 那我們下面有兩則會講很快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第七條跟第八條 就是行秀菸跟薛柯 一個是衣服對不對 他不是行秀菸被他的 那個應該算是他的 行婦人算是他的姑姑 因為他們同姓可能是他的姑姑 那但是這個姑姑實在太吝嗇 太苛刻 所以是不是把行秀菸的那個二兩的月前 也給苛扣掉了對不對 那所以行秀菸很可憐 沒有辦法 冬天都到了 他還是要應付底下還有很多的吸血鬼 所以他只好把他的那個 玉寒的冬衣給盪了對不對 好 結果被寶釵發現 那寶釵當然就幫他輸回來 沒想到看到那個盪票 就忍不住笑起來 他說這真的是 這個弄到一家子去了 那如果那個火記知道了 會說衣服 人還沒過來 衣服倒先過來了 那行秀菸才知道說 原來他盪衣服的那一家盪鋪 也是薛家的產業 是這樣 那時候的行秀菸已經跟薛科 是不是談好了親事 就是父母之命啦 由甲母出面來幫他們談好 所以他們其實也已經訂下了婚約 那所以要注意喔 我們的行秀菸是衣服到了薛家去了 然後他從薛家拿了一張盪票過來 這中間是不是有一種交換的意味 那麼這也是跟婚姻有關的 一種有意味的交換式的一個情節 好 這個是行秀菸 你們回去再自己看 那麼另外是柳香蓮跟那個尤三姐 那這個是鴛鴦劍 對吧 好 那鴛鴦劍是一雄一雌 是成雙成對 有如夫妻 所以當這個尤三姐表明 我非柳香蓮不嫁的時候 那賈蓮就做了一個 幫他做了一個這個去求親的動作 對不對 那他是不是在路上就遇到了柳香蓮 然後就一再的就跟他談成了這門親事 然後跟他鎖了一個聘禮 那柳香蓮因為一個人這個瀟灑在外 那就把他隨身攜帶著傳家之寶 就是那一對鴛鴦劍是不是就送給了賈蓮 賈蓮就帶回來給尤三姐 尤三姐看了是不是非常的高興對不對 覺得從此之後他終身有靠 整個人是不是做了180度的轉變 之前有一點浪蕩的嫌疑不要忘記 但是當他認定一個人 然後也做了這樣一個抉擇之後 他就真的非理勿動非理勿言有沒有 這個人很特別的一個很值得分析 我們以後有人物論有這個 足夠的空閒的時候再來談他 所以人有很多的無奈 所以人真正的自我恐怕不易 能夠從外表看得出來 這個都是我們應該要學會的一種謹慎 好 結果沒想到 這個我就有話要說啦 這一場悲劇老實說在這一組 那麼連姻的誤稱的這些情節當中 你會發現唯一失敗的 其實就是柳香蓮跟尤三姐 有沒有注意到 好 那麼請注意這一點很重要 我們來一折一折的來驗證一下 寶玉跟寶釵有沒有結婚 有 我們以是否結婚 來視為這個秤是否成功的一個標準來看的話 那麼你會發現第一組是成功的 那麼第二組沒有談成 那是因為特殊的原因 就是我們作者很明確 只是要把他來做一個投影 做一個鞏固跟加強 所以這一組我們暫且不表 可是其他像磅兒跟喬姊是不是也結婚了 所以我們的喬姊是不是就在王家 一個窮困的鄉下 那麼是不是美人親自仿雞有沒有 好 這裡荒春野店的背景 好 這個沒有問題 那矢香蓮跟魏肉蘭是成功的 沒有 雖然我們今天看不到後面的40回 那蔣玉翰跟襲人是沒錯 所以他們是所謂的複唱複隨行的 炭春跟這個海江的繁王也是沒有問題 那麼邢秀菸跟薛柯沒問題 好 都成功 可是這麼說來唯一失敗的 是不是就是柳香蓮跟柳三姐 那麼這個現象實在是太有趣了 我有一些話要來跟你們談 首先先提醒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在這八組中 除了那個寶玉跟寶晴不算之外 有沒有發現其他的聯姻 是不是都是屬於父母之命 沒說之言的結果 對吧 或者是一種超越個人意志的某一種 上天的一種安排 但是只有柳香蓮跟柳三姐這一組 是不是出自個人的意志的抉擇 沒錯吧 所以這不是太奇怪了嗎 只有這一組人物是當事人自己選擇的對象 這不是跟我們今天所謂的那個愛情自主 婚姻自主是最吻合的一種情況嗎 但是他在紅樓夢的世界裡面卻是失敗的 而且結果非常的慘烈 是必須付出生命作為代價 好 這個是那個柳三姐的例子 所以當後來柳香蓮給了這個鴛鴦劍之後 那麼一路上就隨著時間慢慢激情冷卻下來 吃錢想後是不是就覺得不妥啦 他就覺得太奇怪了 突然之間在路上 他還在匆忙的奔波的道徒上 就跟我講就談一個親事 然後就茫茫的也不時間考慮 也沒有什麼納采問名一整套正式的 那個這個過程 就直接就跟我要聘禮就要談這個親事 他總覺得這樣太匆忙 這匆忙之下的抉擇就不是理性的 他就覺得不對 我要來了解一下狀況 所以他找誰來問 問寶玉 問寶玉照理來講 是不是應該蠻妥當的對不對 因為寶玉在我們的心目當中 是不是就是一個蠻對女孩子 很細心 很體貼 很維護的一個人 沒錯吧 可是在這裡出了非常出人意料之外的狀況 來 我們來看一下告訴你們 柳三姐最終落得要拔箭自吻 你們要注意有一半以上的原因 是因為賈寶玉講的話 所以喔 柳三姐的死 他的致命性呢有一半是來自於賈寶玉 這太奇怪的一件事情 所以請你們翻到1040頁 好 總而言之1040頁呢 就是柳香蓮就找到了寶玉 就來問一下說 到底我要娶的人他的底戲是怎麼樣 他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有沒有注意到 要結婚了 男生再怎麼說我不在乎 可是事實上他最在乎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人品啊 娶妻是不是要娶賢對不對 娶妾呢 就要娶美啊 所以叫賢妻美妾啊 你們知道過去的區隔就是這樣 既然我要娶妻 所以我第一個關心的就是他人品怎麼樣嘛 果然喔 請注意這裡每一句話都要特別小心 好 特別要去推敲 那麼就在這個1040頁呢 請看一下中間這一段次日又來見寶玉 好 兩人相會如鱼得水 這句話我實在忍不住要再多說幾句了 很多的紅學家就把這四個字呢 獨立出來說 請看喔 要用這種語氣喔 如鱼得水通常不是講雨水之歡嗎 現在用在他跟柳香蓮跟寶玉的關係上 表示這兩個人也有同性戀的關係等等 我覺得這個推論實在是太過火啦 如鱼得水本來就是講說非常自在 水乳交融那個意思 事實上在過去的文獻裡面 如鱼得水本來就不限定用在什麼 雨水之歡上面啦 所以根本上那都是很過分的穿著 詮釋過度啦 所以絕對不要斷章取義 好 總之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段的第三行 他講到說賈蓮在路上跟他求親的這件事情 幫尤三姐求親的事情 那寶玉就笑說大喜大喜 難得這個標誌人果然是個古今角色 堪配你之為人 注意 寶玉講到的尤三姐的特點 或者是優點是什麼 角色 注意喔 注意喔 很清楚喔 聽的人也很清楚他強調的是美貌 好 那柳佳蓮就說 那既是這樣他哪裡少的人物 如果他這麼美到連寶玉見多釋廣的人 都說是古今角色 照理來講敗倒石流群下的人 是不是不計其數 那為什麼只想到我 他說為什麼只想到我 我跟他又不認識對不對 我又沒有好到那個地步 那麼多可以挑的人 他為什麼偏偏選上我 再來 況且我又素日不勝悍他後 他也關切不致辭 一說我也跟他不認識 那憑什麼他就指定要我 再來 路上功夫茫茫的 就那樣再三的要來定 難道女家反趕著男家不成 他也覺得這也太奇怪 怎麼女方反而這麼急 這麼主動 這麼積極 就覺得很可怕 這有問題 於是他說我自己疑惑起來 後悔不該留下這個劍來做定理 所以想起你來 就要細細問個底理才好 請注意喔 下面非常重要 寶玉說 女原是個精細人 如何既許了定理 有疑惑起來 女原說只要一個角色的 如今既得了個角色便罷了 何必再疑 天啊 他又再強調的 尤三姐的優點是什麼 還是角色 而且他說你原來就是說要角色 那現在已經得了角色了 已經挽足你原先的要求了 你何必還要再多想 你不覺得這些話都有很多的 餘運無窮的空間 讓人家做很多的揣測 所以相連就說 那你既然都不知道賈蓮會偷取 那你怎麼知道說 他們相關的這些尤三姐什麼的是個角色 對不對 你怎麼知道 好 那寶玉說 她是真大嫂子的繼母帶來的兩位小姨 我在那裡和他們混了一個月 怎麼不知真真一對油物 他又姓游 這裡面有幾個字眼都非常有問題 第一個他是不是說混一個月 我問你如果你跟你一個心中 所很崇敬所愛惜的對象相處 你會說我跟他混嗎 他敢說我跟林黛玉從小混到大嗎 不會 對不對 所以要注意你用混這個字 就是某個意義來講就顯露出 你對游氏姐妹的態度其實不是那麼尊重 對吧 這是第一點 何況最奇怪的是說你是一個男人 你怎麼跟那個沒有出嫁的 這個一對姐妹可以混一個月 這是不是更奇怪對不對 男女之房 男女有別 你為什麼可以跟一對姐妹混一個月 這又更讓人家產生疑鬥 更何況他又再用了一個什麼字眼 油物 油物絕對從2000多年前 就是對女性尤其是美麗女性的貶低 才會用的語詞 你絕對不會說你很喜歡 你覺得很漂亮的女孩子是油物 你如果講的只能證明你無知 你會被打一巴掌 這絕對是一個負面的語詞 因為油物就是所謂紅顏禍水的那一種 會帶來災難的那一種 所以你有沒有注意到寶玉用的語詞 其實都不甚尊重 這暴露出他對油氏姐妹 雖然之前還是非常溫柔體貼 然後各方面都非常的那個細緻 但是真正在他的內心 他是瞧不起他們的 從這些話才能看得出來 好啦 柳香年聽了就疊足說 哎呀 這是不好 斷戶做不得了 你們東府裡除了那兩個石頭獅子乾淨 只怕連貓啊 狗兒都不乾淨 要注意這裡的乾淨什麼意思 就是貞結啦 就是這個 好 他說我不要做這個聖旺八 他講得挑明的說我不要做聖旺八 你們知道旺八是什麼 旺八就是旺八 就是烏龜 那烏龜又是什麼的代詞 就是嫖客的代詞 那什麼叫聖旺八 這就很難聽啦 知道嗎 我可以為不要解釋 好 可以 你們都懂就好了 好啦 所以你看嘛 柳香年斷定就是這樣的斷定了 果然其實寧國府是真的問題很多 好啦 他就 寶玉一聽說就紅了臉 請問寶玉為什麼紅了臉 因為那畢竟是他的親人 榮寧二府他們本來就是親人 你批評到他的親人很骯髒污秽 你當然連帶了多少會覺得不好意思 那所以柳香年就自殘失言 他確實不該這樣說 那連盲作儀請注意這是最後的一個機會 他最終最終問個究竟的還是要說 到底 柳三姐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所以他先道歉說我該死活說 可是你看他最後要追問來什麼問題呢 你好歹告訴我他品性如何 所以要注意到啦 剛開始嘛 浪蕩天下角色就好 真正要娶妻他唯一關心的是不是還是品性 所以嘛 女孩子你們真的不要太天真啦 真正要娶你的人他最在乎的還是你的品性 你不要以為好 這個不多說 總而言之 真的嘛 這人同此心嘛 所以我只在提醒你們不要想得太天真 所以寶玉就笑說注意喔 這下子就慘了 這是最後的這個最終一潰 就把這個柳三連給逼到了死路 好 這是最後他可以澄清的機會對不對 結果他不但沒有澄清 他竟然說你既生之又來問我做什麼 連我也未必乾淨了 這不等於間接承認 柳三姐不乾淨 品性不好對不對 所以我們劉香蓮是不是就此才決意要退婚 對不對 所以接下去的退婚 是不是我們柳三姐就直接自吻 就殉情而死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寶玉這個人性格層次是很複雜的 不要以為他是個紅樓夢的主角 然後他一副都是那種什麼女兒是水作的骨肉 你就把他定位在是一個純情的這個情聖 然後對所有的女孩子都什麼之類 未必如此 人本來就是在流動狀態當中 很齊齊伏伏各個層次所構成的一個 沒有固定內容的一個個體 那他必須要我們全面的去觀照 才能體會他 好啦 所以最後一句話 你們可以編收 最後一句話就是八個例子裡面 只有尤三姐的這個例證是失敗的 有沒有發現如果你愛情自主 婚姻自主 在紅樓夢的系統當中 你反而是不能夠如願 這個就太有趣了 所以我們下一次呢 我們可以把完整的單元就做一個整理 你們會發現說紅樓夢 同學不要笑我 那你們就會發現說 紅樓夢所追求或者是所呈現的價值觀 可能跟我們現代人 所以以為的是很不一樣的 那我們今天就先上到這裡 兩手便下山 我今天就來了 我的是有焦點 這張照片 我和你相似的 你會有相親子 你也是由於 你會有